这是如何进入雅虎邮件 用Account Key 所以先去你的浏览器 可以用这个E 就是Microsoft Edge 或是Google Chrome 这两个都是浏览器 可以用浏览器上网 上面有这个方块 是叫做Tab 你可以按加做新的Tab 你可以点这些Tab 去你已经打开的网页 按这个XX是关Tab 所以我可以有很多Tab 去不同的地方 可能有一个Tab可以去Google 一个Tab去YouTube 然后可以换来换去 直接按Tab的名字就好了 都可以到YouTube 回去Google 如果我不要这个Tab 我按XX 如果要去Yahoo邮件 下去新的地址 所以这个框框 是叫做地址栏 在地址栏 你可以搜索 或是打进 网址 或是网站的地址 如果我点地址栏 会变蓝色 蓝色 蓝色 意思是选 所以它选 这个整个字 如果我按 backspace 在你的键盘上 都可以杀掉 然后现在打 你要的地址 所以我们要去 Yahoo邮件 所以我会打 mail.yahoo.com 如果你用别的邮件 你的网址会不同 打完后 在键盘上按Enter 他都带我到 Yahoo邮件 sign in的地方 打进你的 Yahoo username 你的邮件的名字 所以我打 我的 和选 next 这个蓝色next 或是按Enter 好 他都叫你 用 account key icon 然后找你的 account key code 所以现在 拿你的电话 点 Yahoo mail 的软体 在左上角 点你的 照片 这里 应该可以看到 你的邮件名字 下面 下面这里 写 account key 点 蓝色account key 选第二个 get an account key code 他都给我八个数字 在电脑 选这个盒子 和打这个八个字 和打这个八个字 然后按sign in 你都可以看到你的Yahoo邮件了 有时候会看起来有点不同 有时候会看起来有点不同 可能他你打完以后 你的username 他会送通知到你的电话 看电话 按通知 按yes 都可以进入你的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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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又会进入你的邮件 太大了